大家好,欢迎来到虎客网,我是虎客网的讲师杰诺瓦 今天将带大家学习Lightroom系列课程的第九课,实战演示 我将向大家介绍,如何在Lightroom中处理刚拍摄好的一组照片 这些是老师拍摄的一组照片 拍摄前期就定好了是小清新的风格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同学们 在拍摄之前一定要提前踩点,提前构想 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为前期准备越充分,后期处理就会越轻松 我从中挑了两张图来进行Lightroom的操作讲解 一般拍摄好一组照片之后 我会全部导入Lightroom中进行挑选 找出哪些是可以出片的,也就是值得后期的 然后使用Lightroom进行基本的图片调整 最后再导入PS进行磨皮或者进行更细化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Lightroom充当的是挑选照片 以及为照片定调的重要功能 很多同学看到别人的色调都是比较统一的 而自己的一组图却夹杂着绿色黄色等不同色调 一组图很有可能十有八九都是不同的色调 所以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一组片子或者一个场景最好保持一个色调 这样照片看起来才能更加和谐和舒服 而实现统一色,就需要我们在Lightroom中进行调整和定调 那么有很多同学问老师 老师,我看你的摄影后期安利克 都是使用PSACR进行调整的 都没有用过Lightroom进行调整 那是因为老师为了照顾学员整体的学习进度 直接大量的使用Lightroom的话 担心一些同学会听不懂 Lightroom和ACR的实质和核心功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Lightroom在图片的整理和批处理上有优势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调整一下照片吧 先通过脂肪图来观察图片 之前的课程有教大家怎么观察脂肪图 图片中的阴影是比较重 而高光部分和白色的色阶是比较缺的 所以我们调整的时候 要着重注意调整阴影 尽量把峰值都集中在曝光部分 现在的峰值偏向阴影 照片会显得比较暗 那么我们来开始调整图片 首先调整的是阴影部分 把阴影拉到底 可以看到脂肪图发生了变化 然后再把曝光提高一些 这里提到0.7左右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现在峰值已经集中在曝光附近了 但是这样还是不够 画面中黑色的部分还是有一点太实了 所以我们再把黑色的色阶提高到40左右 再把高光和白色的色阶降到10左右 可以把皮肤和输阴处的高光部分稍微降下来 这样可以让阴影和高光得到更多的细节 为接下来可以提供更好的细节补偿 我们给鲜艳度加20 饱和度加10可以提高画面的饱和度 让画面更加鲜艳 看起来更加舒服 也符合小清新的色调 照片现在的画面还是有一点偏黄 可以在色温中往蓝色方向偏移 这样画面看起来会更加干净 那么到了这一步 在基础面板中的调整就结束了 调整的时候同学们要注意的是 调整并不是一步一步顺着来 而是要有侧重点的进行调整 其他步骤只是起着辅助作用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们在前面的直方图可以看到阴影偏重 所以我们先调整的是阴影和曝光 第一步是让画面的曝光正常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更加简单了 其实我们在Lightroom中 也可以简单的修饰皮肤 操作比PS也方便不少 像是一些小痘痘之类的 都可以轻松去掉 非常方便 在之前的案例课中我提到过 一般在磨皮前都要先把一些明显的痘痘去掉 再进行磨皮的操作 这样皮肤才会细腻 在这里就可以对模特的皮肤进行去痘痘 由于我们的模特脸上比较干净 所以我就只给同学们演示一遍 你们在实际修图中也可以按照该步骤来进行驱斗的操作 非常方便 点击上方的污点边界 里面有仿制和修复 修复就相当于PS中的修复画笔 仿制就相当于PS中的仿制图章 点一下然后有个小圈 可以选择范围 可以看到在Lightroom中修一下痘痘还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曲线 一般都是拉一个小S型 我们在RGB和其他通道中都拉一个小S型 这样可以增加颜色的对比度 画面看起来会更加的实 不会太飘 然后是调整HSL 先分析一下画面的色彩 就像这张图片 人物的皮肤是橙色 草地是黄色和绿色 画面就没有其他的颜色了 这时候我们想要把人物的皮肤变得通透 可以在HSL中调整橙色的饱和度和明度 把饱和度降下来 然后明度提上去 这样就可以让人物的皮肤变得更加干净 接下来是调整绿色 我们这张图片的绿色看上去没有这么好看 我们要做的是小清新的风格 所以草的颜色也要做一些改变 绿色的色相往浅绿色移动30 再从饱和度加50 加重饱和度 明度也相对的加20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舒服 这里要说明一点 这里的数值只是适合该图片 具体图片的数值 还是要同学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的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分离色调 具体的含义 在老师之前的课程中 已经有明确的说明了 所以这里我们就说一下 实战中分离色调具体怎么使用 一般最常用的就是加一个冷暖对比色 比如说高光加暖色 阴影加冷色 然后再分别增加饱和度 这样可以让画面呈现冷暖对比色 也可以让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 更具有艺术性 当然也可以同时增加冷色或者暖色 这是看具体的图片来分析的 好像我们这张图就不太适合加 因为小清新的色调还是比较简单的 并不需要动太多颜色 下一个栏目就是细节 细节的具体作用就是加锐化和降噪点 一般调整的时候 老师都会在锐化中加50 然后在减少杂色中 将明亮度拉到20去降一些噪点 如果图片中的噪点比较多 那么明亮度就多加一点 这是老师比较常规的设定 可以给图片适当加锐的同时 也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噪点 到了镜头校正 这是老师一直强调一定要勾选的 因为镜头的工艺问题 焦距越广的镜头 它的畸变也会相对来说越大 老师这次使用的是85焦距 去拍摄人像 畸变相对来说是可以忽视的 但是镜头校正除了可以调整畸变之外 还能调整镜头的暗角问题 可以看到 这张图片虽然畸变没有明显的改善 但是周围的暗角确实是消除了不少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勾选这个选项 尤其是你在使用35焦距以下的镜头 进行拍摄的情况下 当然有时确实需要广角畸变 来彰显氛围 那么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 我们会尽可能的对镜头进行配置文件的校正 如果有同学问 如果我的镜头目前还没有配置文件 怎么办 你可以选择更新最新的Lightroom版本 或者在网上下载关于镜头的配置文件 如果还是没有 那就只能耐心的等待更新 或者使用手动调整 那么效果这里可以调整的是暗角和颗粒 加暗角可以更加的涂出主体 加白边可以让画面更加梦幻 而加颗粒感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模拟胶片的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在图片造点很多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演示一下 还有这个相机校准 很多同学都不太理解相机校准这里的选项 其实这里也是跟HSL一样的 但是这里可以调整的是 红绿蓝三元色中的色相和饱和度 这里我们可以试着把绿元色的色相移动到前绿色 那么草地的颜色会呈现出一种比较舒服的青色 这种青色相信同学们经常在老师的图片中看到 那么老师就是这样调整的 如果使用其他的工具 也是很难模仿这种绿色 接着再提高蓝元色的饱和度 因为蓝元色这里 也是包含蓝色和黄色 对于一般有人物或者分镜图都是可以调整 也是老师常用的操作 提高蓝元色的饱和度 可以提高颜色的纯度 让整体的颜色看上去更加干净和舒服 那么有同学会问了 在这里都是整体调整的吗 在PS中我们能通过蒙版来进行局部调整 那么在Light Shroom中也是可以的 而且方法也是有很多种 第一个是使用渐变来局部加颜色 第二个是使用圆形来局部加颜色 还有一个是比较常用的画笔调整 如果我们觉得模特的皮肤还是有一点黑 不够白不够通透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的画笔来进行调整 然后选择好画笔的大小与化和流畅度 然后对想要调整的地方进行涂抹 再调整具体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想让皮肤变白 那么我们就稍微提高一点曝光 那么我们这张图片就基本上完成了 这时候就可以展示我们Light Shroom的批处理能力了 点击我们已经修好的图片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像是相机中曝光补偿的图标 就是已经修改的图片 然后我们再按住Ctrl 再点击我们想要批处理的图片 再点击一下同步 这里有一些选项 可以选择同步的选项 一般来说我们除了裁剪选项 污点去除 其他的全部勾选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在上一张图片做的操作 在这一张图片就会完全一致 也就相当于预设一样 但是往往因为图片不是在同一场景拍摄的 而且快门速度不同 所以很难完全复制 那么我们套用了之后 往往还是需要细微调整的 比如说这张图片不像之前的一张 阴影处那么多 所以我们把预设套进去之后 会有一点过曝 因为我们上一张图加了太多的曝光和阴影 这时候我们稍微降下来一些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为了保持画面的统一性 在这张图片 我们还需要在HSL中对黄色进行调整 在HSL中 黄色的色相应该尽量往绿色偏移 让画面中的黄色也能转成绿色 那么我们这张图片就完成了 也是十分的简单 提醒同学们一句 这是跟预设一样的 直接套用预设可以快速定调 但是预设还是需要细化调整的 不是直接套进去就能用 好了 到这里我们这节课就结束了 我们在Lightroom中对图片进行调整之后 放在PS抹一个皮 然后液化一下就能出片了 如果你熟悉操作的话 一组图片修下来也是十分方便的 如果不熟悉也没有关系 可以观看老师以往的Lightroom系列课程 一步一步的跟着来 下一节课我们讲解的是 使用Lightroom快速调整风光图 请同学们敬请期待 学设计上虎课网